如果說認為我必須要負 某種正式上的責任 我也不迴避 相比選前金智聯發 衛福部長薛瑞元 選後隔天反倒說自己會承擔 我只是說實話 當然就是說 在某種情形之下的話 那挺身而出來 來這個替自己的政策 或者是防疫團隊來做辯護 因為選戰期間疫苗爭議 還有前鶴說薛瑞元 被外界點名為影響民進黨選情 還說是壓垮陳時中 最後一根稻草 自家立委出面緩家 北部地區整個北部的選情 確實非常的不樂觀 要讓薛瑞元部長來做戰犯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我們民進黨還是要自己 整個要全面的檢討 薛瑞元部長這次犯的錯誤 其實跟周玉寇女士一樣 就是他們想幫陳時中前部長輔選 甚至於想在言語上來幫忙 但是他們卻是提油救火 越幫越忙 面對藍營炮火 薛瑞元還是要替防疫成績講講話 防疫團隊這三年來的努力 跟得到的成果 也不是說因為選舉的一時的失利 然後就應該就會被歸零 選舉落幕或許是執政黨失利 也讓薛部長稍稍收起炮口 新新聞乾杯新陳之鋒 才能報導